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大家好,欢迎来到Annie's Life 走进大自然 时间过得很快,眼看冬天就快来了 在这个深秋的季节里,森林里依然是一片生机勃勃的 有些朋友问我说能不能够仔细的讲解一下那种紫色的蘑菇 以及和它相似的有毒蘑菇的区别 今天呢,我就来把这两种蘑菇的区别展示给大家 在我前面的视频当中给大家展示过一种紫色的非常香的蘑菇 它叫做紫丁香蘑 这种蘑菇呢,它有两个非常非常相近的近亲 一个是紫粉香蘑和花脸香蘑 这三种蘑菇长得非常的像 就像三姐妹一样 它们都有紫色的外貌 香气也比较接近 对初学者来说很难区分它们 但是这个没有关系 这三种蘑菇都是无毒的 可食用的也生菌 今天我想给朋友们分享的是紫丁香蘑 这种蘑菇呢,在北美也是比较容易找到的 这种紫丁香蘑,它的英文名称叫做 The Pistoneuda 俗称Wood Bluet 这种紫丁香蘑,它的均盖直径可以从3.5米长到10厘米 半球形的,随着蘑菇的生长 菌盖逐渐变得平展 它的中间有时候会有一点点下傲 亮紫色或者是丁香紫色也会逐渐的变成褐紫色 表面非常的光滑,有点丝润 边缘呢有一点内卷 蘑菇的菌肉呈紫色 菌者也是紫色的 菌者长得非常的密实,而且不等长 菌饼的长度大多在4到9厘米 而且比较粗圆柱形的 把蘑菇像这样放在一张白纸上 所取的包子印几乎是五色的 在北美呢,它们的生长期多半是10月到12月 这种紫丁香蘑在全世界的大多数地区都能找到 比如欧洲,北美,亚洲,非洲,以及澳大利亚等地区 都有这种蘑菇的生长 它一般生长在林地的边缘上 在森林中突破的时候 你经常会看到这种蘑菇就生长在小茎的旁边的草地上 紫丁香蘑除了它的外貌特征以外 它还有一种非常独特的企业的花香 这种花香也是鉴别这种蘑菇的一种方法 所以这种蘑菇识别起来并不是太难 这种蘑菇的紫罗蓝色不仅让蘑菇变得非常容易识别 而且也非常的超凡脱俗 对于一些初学蘑菇识别的朋友们来说 有时候会把一些看上去很相似的蘑菇给弄混淆了 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蘑菇在它年幼的时候 也就是蘑菇生长的初期 和我们前面所讲到的紫丁香蘑是非常相似的 从视频上来看它的颜色好像没有那么紫 但是肉眼看上去它的紫色是非常的清晰的 尤其是那些幼小的个体 它的紫色也是非常漂亮的 这种蘑菇它属于Quartinary AC 丝蘑菇家族是一种具有毒性的蘑菇 物食的这种蘑菇是会中毒的 识别这种蘑菇的最简单的方法就是闻其气味 这种蘑菇有一股非常难闻的化学气味 非常的刺鼻 在成熟的个体的菌干上 你会看到这种棕色的丝蘑状残留物 其包子印是很深的那种铁锈的颜色 提取包子印是鉴别蘑菇当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 是不可或缺的一步 如果朋友们看到了前面所提到的这种丝蘑菇 就千万不要采摘 这种带有梦幻般紫罗蓝色的野生蘑菇 它的生长期是在10月到12月 如果朋友你生活在比较温暖的地区 你现在的时间还可以去尝试着去森林中寻找他们的棕营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先到这里 希望大家喜欢 也希望能给大家提供一些帮助 欢迎关注和订阅我的频道 谢谢收看 我们下次见啰 你们之后 我们下次见 欢迎订阅 再见 感谢观看